Hello 今天我要介绍一下 怎么把 PDF档案转成高解析度的 或者是说特定解析度的TIFF档 那 我们首先 我先生产了一个 PDF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PDF资讯里面 我按的是Ctrl加D 可以看到PDF的一些详细资讯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一个PDF档案里面 他的 page size是3.14英寸乘以 2.35英寸 那其实这个就是8公分宽 6公分高的一个PDF档 那 假如我想把这个PDF档 转成 高解析度的TIFF档 或者是特定解析度的TIFF档要怎么做呢 首先 我们得设想一下 首先要先知道的是 这个PDF档已经 被我用实际的长度所决定它的尺寸了 也就是我已经知道它的 长度是8公分宽 10公分高 接下来我要决定解析度 通常在印刷品质上呢 假如这张图片是以文字 线条很明显是向量的这种 物件的呈现方式的时候 解析度通常要到1200DPI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说是PPI DPI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每一英寸有 1200个点 叫做1200DPI 有时候我们点 会换成用那个像素来表达 所以有时候又叫做PPI 也就是 每一英寸有1200个PPI 所以假如今天我看到这个很明显是文字 线条类的图片 也确定了它的长跟宽 那我就可以对应到1200PPI 或者是说1200DPI 实际是长跟宽要有多少宽度 那假如今天这个图片呢 是一个像是照片的很明显是 用点阵图的方式所组成的PPF档 那可能就只要300或者是400DPI就足够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目标是 再把这个8公分宽乘6公分高的图片呢 把它转成 1200DPI的TIFF档 好 那怎么做呢? 首先这个是我的TIFF档 我们要先下载一个 软体我们可以 用 GIMP Google GIMP GIMP 这个 GIMP它叫做GNU Image Manipulation Program 这个东西呢请大家把它装好 它是跨平台的就是 Windows Mac或者是 Ninus都可以用 简单讲它就是 自由软体键的Photoshop 如果你熟悉Photoshop的话你也可以用Photoshop做我猜应该也可以 好啊你之后把它下载装好之后呢 我们就用GIMP 来打开这个PDF 档案 你看我这里选的是Open with 没有 好那我就开GIMP 这边可能会要等一阵子因为 我太久没有开我的GIMP 他要帮我的字体部做 字体的快取 我们等一下 好现在我们打开GIMP之后呢 我们就去 打开这个 我们需要修订的这个 我们需要转换的这个PDF档 当你按了一个PDF档 要把它 带到GIMP里面的时候他就会 问你了 他问你说 第一个 你要把它打开成图层还是 影像 因为 我们只有单独一个 档案没有什么图层好不图层的 我们单纯只是要转转转移转成TIPS档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把它选影像 但是你选图层其实也无所谓 然后接下来这个就很重要了 他这里分别是 宽度 高度 和解析度 这里 他实际就是要把 一个 一个PDF页面 实际要用 多少的解析度 来转换成 点阵图 那我刚刚不是有说过吗 这个 我们需要我们的目标是1200 Pixel per inch 所以我们在这里输入1200 那时候 你按完1200 点一点你就会发现他自动跳了 你就会发现他在跳动 其实这个很正常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宽度是 8公分 8公分换算成英寸之后是3.14英寸 那我要每个英寸有1200个点的话换算过来就是 总共要有3767个宽度 3767个英寸 当作宽度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1200PPI的意思 接下来这个 Use Anti-Aliasing 就是说你要不要做次像素平滑 次像素平滑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把连续的曲线转换成 电脑上一个一个像素的时候 那个曲线跟曲线中间会有锯齿 那要不要填入一些比较淡的颜色 让你的图片看起来比较平滑 其实在这么高解析度之下 终究是 你点也可以不点也可以 那我在这里 点然后 我让他保持打勾着 然后等一下告诉你们他实际是什么作用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他汇入 选 Import 这个就是已经被点正化 什么叫点正化 就是我按着Ctrl跟滚轮 你可以看到他在很细很细很细的时候 他其实都是一个一个像素 对不对 所以这是已经被转换成点正的图了 那所谓的次像素是什么 我举个例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 2 你看2的曲线 在曲线跟曲线的句子之间 他是不是填了一些比较淡的灰色上去 这个就是你有勾选那个次像素 平滑的作用 然后你没有勾选的话 他就会中间没有任何灰色的曲线来帮你 灰色的格子像素来帮你做平滑 好 那接下来我们 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 比如说 虽然我们这样子 设定是宽度要有 8公分 但是我发现 这个8公分 好像可以再小一点 也就是说我可以把它裁掉 两边多余的空间我可以裁掉 那当然最后的长度就不会是8公分 但是我裁 我可以在这里改一下颜色 我也可以做裁切 在这里你还是可以像Photoshop 一样做一些简单的编辑 像我这里把这个 需要的内容框起来 然后 我选Crop to Selection 这个就是简单的 像Photoshop这类软体简单的编辑 修编方法 总之你编好以后 这里有一件事情要要讨论 因为 终究我们是要把它转存成TIF档 那TIF档容量通常 因为TIF档通常我们是会选布 压缩的 这种 保存所有的 还没有压缩过的资讯在里面 也就是我们要产生一个不失真的点阵图 那这个时候你的像素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色域就变得很重要 色域是什么 色域就是说这张图最多最多可以呈现 多少种颜色 以这张图为例 看起来好像只有黑色和白色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刚点了次像素 所以在这个边边 这个特别是曲线的地方 都有一些灰色 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想说 这张图其实有全黑色 也有全白色 也有一些灰色 所以我在这边 Image 我可以把我的像素由原本的RGB 也就是红绿蓝色域 转成灰阶色域 这张图就只能表达 就会使得这张图表只能表达灰阶 256阶的灰阶 也就是从全黑灰到全白 但是如果你想要再更省空间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 限制他的色域到 特定的空间 比如说我选了这个 index 我可以选择 最多255个颜色 或者是使用所谓的网页最焦化色域 或者是只有全黑或全白 那我在这里 我会为了要减少色域的话呢 我可能可以选择 比如说我让他只有全黑全白 和中间一种灰 所以总共有三种颜色 或者 好 我就选这个三种颜色 接下来这个其实 可能今天不是 今天不太重要 所以就不用动他 好 那我就convert 在运算完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次这个图 你会看到 原本的灰色 有 深的灰 和 浅的灰 但是现在变成只有一种灰色 就是因为我指定了 只有全黑全白和灰阶 于是这张图之后变成TIF档的时候 他的空间可以再变小 因为 这个这张TIF图 只会只有三种颜色 OK 接下来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个 Channel 这个 这个工作版 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他多了一个 Ava图层 这个Ava图层我们不要 因为我们没有 透明色这回事 所以 没有透明色这回事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 这张这个地方呢 按右键 然后我们要平面化这个影片 这个图片 所以我们就把flatten flatten之后呢 就没有透明色了 所以 现在就是 可以转存成TIF 所以我可以 转存成 这个 一个TIF 我把它取名叫做 Fig.TIF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很重要 他这里要选 你要什么 压缩方法 如果你选这个的话 会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可以选一些 不失真的压缩方法 比如说像最常见的 LzW压缩法 我们在这里就选这一个 Experse 然后我们这个 档案就好了 你可以看到我这里桌面上 多了一个 Fig.TIF 我们可以用 随便找个东西来开它 我们可以用 Photoviever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Tiff呢 已经完成了 我把它放大缩小 OK 而且这个 有趣的事情是这样 如果我开一个 如果我开一个Word文件 然后呢 我把刚刚这个 TIF档丢进去 你会看到 它的宽度 就会是刚好 我们刚刚裁切过后 比8公分小一点点的 实际宽度 怎么知道呢 我们看到这个 Picture它的size 看它的宽度是7.33 如果我们刚刚没有裁切的话 就会刚好是8 所以这是TIF档 它可以保留 原始的 那个 尺寸大小的一个 一个 特性 那也许你会发现 不知道你们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 这个背景好像跟真正的白色有一点点差距 那印出来可能会有一点点怪怪的 如果你有这个疑问的话 你可以在 这个 Image 在转成 有RGB的时候呢 要 转成 这个 不同色域的时候 你不要选index 你可以选grayscale 档案可能会再肥一点 可是呢 应该可以保证白色是真的纯的白色 我把它做一次给大家看 我再重新开启一次这个 PDF 这一次我们一样也是1200 PPI所以 8公分宽就会是3767这个像素 好 输入 然后呢 我们把它这个 色域限制成grayscale 也就是灰阶 已经好了 完全没做工作 然后我们再转存成 另外一个TIF 我们叫做TIF 1好了 然后我们也选了这个lzw 压缩法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TIF1 我们一样把它复制贴上到word档里面去 你会看到 不知道你们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啊 这边好像反复有一点点灰灰的 但是这边的背景就是纯白的 所以 如果你发现有这个毛病的话你就选 灰阶 当然如果你的图是彩色的那你选灰阶也是不行的就只好选rgb的那个色域就是宝石不变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 那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档案的大小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样不行 第1个档案多大呢 第1个档案是大小是 125kb 那第2个档案大小是 242kb 你看他比较大 可是其实他们的内容是几乎一样的 那今天的说明大概就到这边 有机会再跟大家聊聊别的事情 拜拜